注意看 此神方便重拳 四次击倒的黑人拳王 正是排名世界第一 加拿大拳王西蒙·马库斯 此人来华的四年时间里 凭借强悍的实力 在擂台上连续击败了 九名中国汉将 无一例外都未能幸免 几乎每场比赛 都是以KO方式的获胜 因此让很多拳迷认为 马库斯在中国没有对手 这也让他越来越嚣张 发布会上当众辱骂中国选手 随后还上前进行殴打 可见此人已经嚣张到什么地步 面对不知死活的老外 中国小伙死神方便霸起前来迎战 决定给这个家伙狠狠地上一课 让他知道嚣张是要付出代价的 虽然当时的方便名气很低 是一个登上拳坛的无名小辈 但丝毫不拒 势必要用拳头证明自己 接下来就让我们来看一下 方便如何用拳头教他做人 就这样一场大战一触击发 比赛开始后 马库斯就双手护头 慢慢地压制上前 使出一记低扫进行试探 方便丝毫不予理会 马库斯见状成胜追击 将方便控制在围绳边 使出高扫攻击过后 方便躲开后迅速调整 直接抡起拳头反击 瞬间打得马库斯慌忙后撤 但这家伙非常的坚强 很快就调整过来继续压制 但方便的重拳一点都不含糊 接连命中了好几下 疼得马库斯搂抱防守 但这家伙不讲武德 竟然违规用顶膝击倒方便 裁判健壮立即对其口头教育 马库斯则是一脸的不耐烦 此时的方便占据主动 使出一记下劈腿攻击 马库斯立即后撤进行躲闪 随后调整一下响进行反扑 结果被方便后手拳命中 见情况不妙的马库斯立即搂抱防守 双方分开后 方便抡起拳头就开始狂轰 马库斯被打了一个措手不及 但此人非常的顽强 即使被中拳狂轰 依旧顶着伤害压制 看到被击倒在地的马库斯 台下的观众欢呼雀跃 裁判健壮立即上前进行堵秒 马库斯起身后一脸的不屑 丝毫没有放在心上 还想要继续比赛 方便也是被激怒 直接打出一波组合拳狂轰 难以招架的马库斯再次被击倒 结果这家伙还是蛮不在乎 可见此人有多猖狂 我觉得方便不会再给马库斯机会了 抓住机会 又一次又一次击倒 比赛结束了 比赛结束了 还要再打 还要再打 最后一次的KO机会 马库斯 已经没有反抗能力了 我觉得 比赛结束了 看到被击倒四次的马库斯 裁判也是果断地终止了比赛 最终 方便以绝对的实力 全程暴揍嚣张的马库斯 让其见识到了方便的实力 这一战马库斯被打的怀疑人生 方便好样的 为国争光 这一战马库斯 وت do 最后一战马库斯被打受到